简爱在这所学校成为了一名教师 但在18岁时离去 未早会的阿黛勒·瓦朗担任家庭教师 阿黛勒·瓦朗住在米尔科特附近 孤零零的桑菲尔德庄园 起初简爱并未见到这个小姑娘的监护人 爱德华·罗切斯特 她是由善良能干的菲尔·费克斯太太聘请来的 菲尔·费克斯太太是这座庄园的管家 而且是庄园主的亲戚 简对庄园这种宁静的乡间生活 以及她那富有想象力的小学生都颇为满意 但菲尔·费克斯太太警告她 不得进入三楼一间上了锁的神秘的房间 这使她感到困惑难解 一天 简听见一阵令人毛骨悚然的尖笑声 从那个房间里传出来 但菲尔·费克斯太太仰称 这狂笑声是格雷斯·普尔发出的 她是一个相当矮胖 不讨人喜欢的仆人 但我看到她的心情都领熟了 你会有什么感觉 我们的心情都领熟了 然后我会想到最后一会的心情都领熟了 我会想到最后一会有什么感觉 我会想到最后一会的心情都领熟了 感谢观看